Hello,大家好,我是幸运,我又来了 我现在已经找好录音地了 一会儿收拾收拾 去宋城看千古情的演出 出发了 我今天的录音地呢 就是西西的湿地公园 喂,看见老朋友了 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 托家慢旅行 西哥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西哥这个房车里,一个大男人住 造成什么样子 没在啊 张西哥来了啊 换了衣服啊 不用,不用那么那啥 我说想参观一下那个房车 我想看一个大男人 能把房车给造成什么样子 多磕声的 多磕声的 我看一看啊 大家进里面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了都 看吧,不好意思了 这是办公区啊 对,整个乱七八糟啊 不乱啊 这不也挺好 正常这个需要用的东西嘛 对 给你们看一看啊 有点乱 我自己配的个电视都是天天开的 这是自己配的电视啊 自己配个电视 然后冰箱还有空调是12伏的 不像你那个是48伏的 对 那是48伏的 你这不拖挂吗 嗯 还挺不错啊 比我想象中的好一点 没造成那么样 没造成就是西巴烂的那个样子 不好意思啊 算你失望了 这个房车也挺不错 有个帐篷啊 这个是车边帐 这个人是杭州本地的 就老夏 他就是有房子不住 然后自己弄个房车 整个车边帐 就把这真正当成家了 在这住了三年了 三年了 天呐 挺不错 硬俱全 啥都有 挺有意思啊 一进门就能感觉到里面啥东西都有 对 你这没在是不是 你这没在 回来的 回来的 我找夏哥 OK 好 好的 参观完张西大哥的车 现在呢 准备去看千古情 现在已经到达宋城 一会儿去看千古情 这里人山人海的呀 因为订的票是七点半的 所以没有到时间 我们先在里面逛一逛 一生必看的演出千古情 我又来了 第一次呢 是在丽江看的 今天呢 是在杭州 马上开始了 走了 我们三个人现在已经看完了 这里的门票呢 是三百二 如果提前一天订的话呀 是三百 我个人感觉呢 还是比较喜欢 丽江的千古情 那好吧 今天的视频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我要回房车营地休息了 拜拜 拜拜